大家好,我是Yvonne 今天終於要到了我們的搬家運 我們運分啊 嗯 ok今天應該即將會是很累了 那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搬运工资呢 就会大概12点 这样子到我们的家搬东西啦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新家打扫一下 比方我们搬东西进去 ok let's go 来到了我们新的家 然后现在是空空的 我们要先打扫 有点肮脏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空间 这里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啦 这里就是一个小厨房 然后里面呢就有三间房间 这是第一间 然后这是第二间 这个里面有厕所 然后这是第三间 这里也是有一个厕所 然后这个是一个star room 好啦我们浪费时间了 马上来打扫 好啦我们现在差不多打扫完了 我们也没有非常每一个很直接这样子去骂 我们只是那种地上啊 等一下要放的一些家具啊 就把它清干净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 搬运工资差不多要到我们的那一个家了 我们现在就要回去我们原本的家 对继续搬东西过来 现在这里超级无敌的乱 然后自己是我们昨天就已经收拾好的 就把它们装在这一些箱子里面 然后对我们这一次用的搬运工资是 跟上次搬那个工作室是一样的 我们找回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 然后很快 而且就是你搬家之前 他会先提前给你这一些大箱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些小小样的东西放进去 so 等下他们就会把我们搬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家具 都会wrap到好好 然后送到去新家 现在要做什么好乱哦 收拾一下啊 还没有收到的东西吧 大家还是没有事情不要搬家吧 太累了 虽然不是我们在搬 可是还是很累 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新家 好可怜哦 我们现在是吃我们的第一餐 吃什么 吃早饭 早饭 我们等一下原来会去一定要看看吧 我们已经知道要买什么了 所以应该可以很快 对 就是这样 要来就知道 怕他应该乖 对啦 刚呢搬运工资的人 他们也自己去吃东西啦 然后现在他们已经报导在楼下 轻轻就下去接他们 老实说我觉得就是做搬运的人蛮辛苦的 我看到他们搬很重的东西 然后流汗 然后重点是我家的东西超级的多 我衣服很多 鞋子很多 反正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只是我们一部分的东西 就是我放鞋子跟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 这个叫什么花了啊 忘记了它的名字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放超级多口红的一个口红架 现在还有一些装饰品到时候摆的时候呢 再来拍给大家看 终于报完了 我觉得真是搬家太不容易了 然后平时不要乱乱买东西 买越多东西你搬家就会越痛苦 我知错了 我以后不买这么多东西了 终于知错了吗 我都这样也不要买啊 每一次买也每一次买啊 这里是我们的鞋子 只是一部分的鞋子 MCO期间一架都没有人 只有我们 然后我们刚刚买了这一堆 植物 太漂亮了 植物 在要给钱的这里东西 不知道要多少钱 然后我们刚刚 这些是我们要delivery的家室 这个数字有什么感想 意愿 开心最重要 舒服的家最重要 现在呢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然后我们现在 就刚刚已经搬了 昨天在IKEA买的东西回来 我们现在就要来组装一些东西 其实呢我们昨天也是有买一些大样的夹司 比如说sofa 衣橱 还有一些吃饭的饭桌啊 椅子啊 我们都会等IKEA的delivery过来 暂时我们可以自己组装的一些小样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先做那种大样的呢 我们就等IKEA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安装 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家变成那种森林的感觉 哈哈是森林 森林 就是很多花很多树这样子 就感觉很舒服 看一下KEEK IN的这个成品 他刚刚在装这个小corner 好漂亮哦 哇 今天干嘛呀 今天我们在换灯 对 我们在装这个灯 把这个风扇拆下来 然后换灯 刚刚装的那一个 看我妈妈在帮我抹冰箱 拍给我的观众 这是我爸爸 这个影片拍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拍完 今天是IKEA送来的delivery 然后他们在帮我们安装 耶我们的这个座纸装好了 然后现在在装这个sofa 这个椅子也弄好了 这个厨也装好快哦 我的makeup storage的处理 现在在处理我的口红 这边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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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 感觉已经快要不够放了 怎么办 用了超久 这里暂时是我的口红区 哦 这边有得到 这边有脑子 那边有点